俄乌大战导火线看似是北大公约 但早在17世纪开始 两国的战火就埋下因子 17世纪末 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因为大北方战争 逃亡土耳其寻求支持 引爆了第三次俄土战争 而乌克兰因为地缘位置也卷入这场战役 俄罗斯在战争中获胜 关键的是东乌克兰人从此时在政治认同上 请向莫斯科也为乌克兰问题预留了伏笔 到了18世纪俄土战争 俄罗斯帝国并吞了乌克兰 大批俄国人移民 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与东乌克兰人 因此跟信仰天主教的西乌克兰人 在宗教文化上产生了分歧 在乌克兰东部的话 非常多都是讲俄语的 俄罗斯的一些比较亲俄罗斯的朋友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或是对乌克兰来说 他自然也会现在有出现一个认同的一个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俄罗斯因为十月革命退出了战争 东乌克兰地区成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西乌克兰则被波兰占领 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波兰遭到德国苏联分割占领 西乌克兰跟东乌克兰正式合并 不过德国进攻苏联势力 让德国丧失战略主导权 苏联在1944年终于收复乌克兰 此时俄国在当地拥有了难以衡量的政治影响力 就算1991年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正式独立 但两国之间的恩怨纠葛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这些都是以前前苏联国家 可是随着冷战结束 苏联已经瓦解了 那理论上那些你以前我的小弟 可是你现在不止没有帮我 你居然还想加入北约 波罗迪海这边已经被北约掌控了 那现在如果乌克兰再加入北约的话 那我俄罗斯不就等于被包围了吗 乌克兰因为绝佳地理位置 在国际上的态度对俄罗斯其为重要 再加上牵扯了两国复杂的历史文化和认同 让战火始终笼罩在这块土地 对本新闻连至周宣特别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